您各位好,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咱这故事应该从哪儿讲呢? 咱们呀,从这个崇祯十七年开始讲 那一年啊,是1644年 3月19号的时候,这崇祯皇帝朱友简就跑到了眉山上 一根麻绳掉死了 哎,也算是为大明朝殉了国了 我还是那句话,朱友简这个人啊 一生办起的错事那着实是不少 可是这崇祯皇帝一生为君勤奋 最后君王又死了社稷了 那也不得不让人佩服 咱们今天呀不多聊天 因为今天咱们这个故事啊 本来也不是说的司宗皇帝眉山自义 咱们要说谁呀 咱们要说说呀,司宗皇帝的孩子们 3月19号头一天的晚上啊 李自成的部队已然打进了北京城 只不过呢,这战火呀,还没烧到皇城而已 这崇祯皇帝哪见过这个呀 于是一下子就得了失心疯 提了这一把宝剑就闯进了皇后的寝宫 见到周皇后以后啊,崇祯就开口先说了 说皇后你看啊,城破贼制 现在你我当如何呀 这周皇后啊,是个刚烈的女子 听完崇祯这番话之后啊,对皇上说 不用您多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 转身啊,回了昆宁宫的寝宫 一根白绫啊,就吊死在了昆宁宫里 和皇后一同自义的,还有这个皇帝的妃子 袁贵妃 可这袁贵妃这绳子套啊,系的不够结实 嗨,您想啊,谁在这方面 她也没有过多的经验不是 于是啊,就从这绳子套上掉下来摔在地上了 当时啊,还没有崛起 这崇祯皇帝一看啊 呦,没死了 于是上来,扑扑扑,又补了三剑 要说这袁贵妃啊,她命还真是大 上吊没死成 补了三剑啊,也没赐死 这会儿的崇祯啊,已然是杀红了眼 直接盯了这宝剑就进入了后宫 先是砍死了自己的小女儿 招人公主 这小公主啊,那年啊,才六岁 然后又一剑劈下了自己最心爱的女儿 长平公主的右手 长平公主那年啊,也不过才十几岁 挨了自己父亲一剑之后啊 倒在血泊当中是哀嚎不止 这一哭啊 崇祯皇帝算是冷静了一点 冷静了冷静 扶着龙椅算是站住了 对旁边的人说呀,赶紧,派人 把公主和三位皇子送到外戚家中 这外戚说的是哪啊 这外戚啊,说的是周皇后的娘家 当朝国杖周葵他们家 现在的周府啊,国杖周葵尚在 达里府上上下事宜的 是周皇后的堂弟周义 要说这崇祖皇帝这一辈子 子嗣还算凡胜 一共啊,生下了七个儿子 其中有五个早伤了没留下 最后剩下的就是三个 有人说这子嗣也不旺盛啊 嗨,您得算算啊 这崇祖皇帝一共才活了多的岁数啊 不是啊 剩下的这三个儿子呀 就是当朝太子朱死朗 三子定王朱死炯 四子永王朱死赵 这三人当中啊 其中这太子朱死朗和三子定王朱死炯 是周皇后所生 这老四朱死赵啊 是田贵妃所生 说说到这儿啊 咱就得停一下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得跟您交代清楚了 今天咱们这部书啊 说的主要就是朱三太子案 所以说那崇祯皇帝 这三位亲儿子的下落呀 很关键 咱们也能啊 借此话头聊一聊 这大明朝国破君死之后 这朝中大臣的众生相 这会儿啊 明粉们可以福尔过来了 好好的咱们聊一聊 这大明遗臣们的奏性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的上午 这离闯的大顺君啊 就打进了紫禁城 他们把紫禁城里里外外翻了个辫啊 也没找到崇祯皇帝 直到三月二十号啊 他们才在紫禁城后边的眉山上 找到了崇祯皇帝 可是这会儿的崇祯皇帝啊 已然一根绳子挂在树上了 不知道这帮贼寇啊 是怎么想的 贼兵当中有原将官叫刘宗敏 这刘宗敏您听着耳熟吧 就是霸占了乌三桂 小妾陈元元的那个刘宗敏 这个家伙他是个浑人啊 他命人啊 把司宗皇帝崇祯和孝节列皇后的尸体啊 就摆在东华门外 向公众展出 他是一根筋呢 他心思简单啊 他无非啊 就是两种想法 其一呢 是向这京城百姓宣布一下主权 让你们看看啊 这大明朝亡了 这大顺军呢 打进来了 改朝换代了 这是 第二呢 是吓唬吓唬 明朝的遗老遗少 让这些遗臣们看看 你们的皇帝皇后都在这躺着呢 两个人一个死盘 都是上吊死的 所以说呀 你们得听话 要不见呀 这下场就是如此啊 据当时亲眼目睹这件事的人 后来留下的笔记记载啊 这司宗皇帝 两口子是非常的凄惨 崇祯皇帝当时啊 是以发拂灭 一只脚赤足 衣衫凌乱尸臭四溢 那简直就是惨不忍睹啊 这两口子的尸体 就在东华门外 被陈列了三天 然后啊 就被李自成 所谓后葬了 要说这崇祯一朝 他不缺官 也是满朝的文武大臣 不过在最后时刻 能够送崇祯皇帝 两口子一成的 那只有这个 湘成伯李国真一个人 在崇祯皇帝夫妇的灵前 失声痛哭 以头触皆是血流满面 这李闯啊 看着呀 都有些动容了 于是就跟这个李国真说呀 这丧事啊 干脆就拟办吧 一定啊 要后葬 好去 后葬 后葬你倒是拿钱啊 没有 这李闯啊 是蹦子没给 崇祯皇帝生前啊 没来得及给自己建灵 虽然这坟地也已经堪余好了 但是灵寝还没有建设 于是大伙一商量 干脆就把这两口子呀 埋到前两年去世的田贵妃的墓中 按理说这大忠臣李国真 您应该把这事办到底不是 这李闯不给钱啊 你应该拿出点银子来 把先帝爷两口子这丧事办完喽 再者您想去吧 能花多少钱呢 田贵妃的墓啊 在那摆着呢 无非是把大型皇帝皇后的灵鹫 运至昌平 下葬而已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呀 这大忠臣李国真啊 后半截没信了 埋葬崇祯皇帝两口子的事宜 最后还是转到了 大顺政权顺天府 福尹李票的手里 这李票一看啊 那既然要是这样 咱们就干脆上之下派得了 于是一道令 就把这昌平周官找来了 这昌平的周官啊 就赵一棍 李票跟赵一棍说 你呀去用你们周里的库银 把崇祯皇帝伐送了 埋在这个田贵妃的墓里 赵一棍得到这个命令之后啊 更是打掉了牙王肚子李燕 有苦难了言了 因为这闯王大军呢 就是从昌平借道进的北京 这周里边还别说库银了 这裤子都让他们抢走了 哪有钱伐送崇祯两口子呀 于是他也只有一条道了 那就是组织募捐他发了一道签票 把昌平附近的乡绅们啊都拘到了一起 连哄待吓唬的还真有十个人啊认捐了 一共捐了三百五十罐 这三百五十罐钱呢 合多少银子呀 二百三十三点六两 赵一棍一看啊 行够了 什么是多什么是少啊 二百三十三两啊 也就差不多了 于是就用这堆钱 把崇祯皇帝两口子 埋进了田贵妃的墓中 要不去我给您说说 这二百多两银子是怎么花的 官荡上有账 您放心啊 这些事它不是我编的 那咱们要说呀 就先说大头 广是把木道刨开 把石门打开 然后再掩埋好 这个工费啊 就花了二百两 大概薄棚三斤 小棚两斤 用银四两五钱 用纸铺买纸一两八钱 从肉杠上买了一口猪祭祀 花了四两五钱 从那羊肉床子上 又买了两只羊 花了四两六钱 点心铺买来了一堂素贡 花银一两 又从城里的饭铺啊 买来了米面贡 一共花银一两 买这些东西啊 给夫衣们跑腿 打赏钱啊 花了二两四钱 打开这地宫的石门啊 需要一种特殊的工具 叫拐精钥匙 这东西啊 没有卖的 只能找铁镜打 然后呢 又给了铁镜工钱啊 五钱 忙里忙外这几天啊 这一英人等的饭钱 一共花了五两五钱 买绳子花了四钱 雇木警花了四钱 雇人打扫 铁镜又花了二钱五分 这顺天府呢 又派了两名上差来监督工作 饭钱又花了一两一钱 没了 账上啊 就这么些钱 我简单的算了算 我怎么觉得这赵一棍 最后还剩了几两在手里啊 算了 咱们也别细掰着这账了 反正啊 以后谁要是再跟您说 这闯贼后葬了崇祯皇帝两口子 您呐 就催他 好了歹了的崇祯皇帝两口子呀 算是下了葬了 那么他们的孩子到底怎么样了呢 哎 您别着急啊 咱们明天啊 接着聊 onta 绍儿 爹 大 嗯 哇 哇 滴